大家好,我是灵溪,今天讲紧低头的故事 故事开始,一个男人在荒郊野外的湖边打水漂 此时天色有些晚了,他便准备回家 走了几步,他就在地上捡到一张纸 是一个超自然目击比赛的传单 上面说提供真实的照片将会得到奖金 男人第一次听说还有这种比赛 若有所思地继续往前走 很快又在地上看到一件外套 捡起来一看,上面竟然有一大滩血迹 男人皱了皱眉 突然他听到远处有女人的尖叫声 但还没听清楚具体是哪个方向 声音便停止了 他试着去寻找,但找了半天 空旷的荒野上一个人影也没看到 只在地上找到了一只鞋 男人突然有点害怕了,决定往回走 但没走几步,荒野上就突然响起了巨大的警笛声 男人转过身一看,树丛后不知何时多了一个警笛 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头部为警笛的巨型怪物 男人简直看呆了,竟然真的有超自然生物 那个警笛头怪物慢慢地离开了 并且发出一种很迷幻的声音 男人忍不住强烈的好奇,想去一探究竟 他爬上一个陡坡,四处张望寻找着警笛头 却没想到警笛头就在旁边看着他 男人吓了一跳,本能地开始逃命 警笛头在他身后慢慢地跟着,好像在玩捕猎游戏 男人顺着管道滑下高台,头也不回地拼命跑 警笛头站在高台的边缘看了一眼,没有跟着跳下去 暂时摆脱了警笛头,男人惊魂未定 一路小跑,却又在转角发现了警笛头 急忙退回来藏在拐角处 此时的警笛头找不到猎物,便放弃了广播 想要引出猎物,男人当然没这么傻 他向后挪了挪,没想到却摸到了一只断手 忍不住叫出了声,男人赶紧继续逃命 但警笛头这次不再慢吞吞地走,而是飞快地跑了起来 而男人这边呢,也跑进了绝路 前方只有一面高墙,让他退无可退 警笛头是一个美国的都市传说 以其古怪的外表和由他脑袋发出的各种声音而闻名 他身高长达12米,有着一副瘦骨灵犬的躯干 头部是一对警笛,警笛有嘴巴,张开甚至能吐出舌头 他可以播放各种声音,比如警报声,音乐,广播 甚至能模仿人类的声音来引游猎物 是的,他最喜欢猎杀人类,经常出没于乡村小镇和森林 所以在这些地方,要注意看是否有异常的电线杆 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喜欢的话就点赞关注吧 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